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肯定是阿莊和阿楓 不知道是誰上來 都說上來探望我 不要搞亂我的房子 年輕人真是沒有記性的 還上來爆石弄臭我的廁所? 真的不說你不行 我要爆石弄臭 我要爆石弄臭的 阿楓,阿楓,阿楓 阿楓,你倆都在這裡 那廁所是誰? 有人 你來了? 怎麼回來了? 玲玲,你不是在佛里達 和屁股寶拍戲嗎? 為甚麼你會回來? 拍完就回來吧 玲玲 你倆上來了? 你也是 你回來香港也不跟我們說話 是呀 你回來就說你的電影拍完 拍完就可以劇透了,對嗎? 這電影是說什麼? 上映的時候你就知道 上映?那什麼時候上映? 後來的事可能搞了很久 我也不知道 聽說那個屁股寶找了奇諾 你不知道,但是… 是真的嗎?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 你每天都開工 每天都看到不同的演員 他們一定知道 演場有很多人,大哥 我哪有認識到很多人 玲玲,為甚麼你不知道 吐氣你沒份嗎? 不是每件事都是我壞事的 為何我回來你們 經常在問場問短? 算了…別問了 玲玲當然是坐長途機累 玲玲,我去煮麵,你吃吧 不用了,爸爸 今天沒見,我們先打電影吧 是呀,剛剛出了這隻新遊戲 你一起打電影 我有空氣,你自己來吧 我先回房間睡吧 玲玲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為何她沒了朝氣? 會不會她跟市府派拍攝的時候 發生了甚麼事? 是呀,原來市府的電影還在開工 有個演員剛剛開了直播 拍片場的花絮給粉絲看 但是玲玲說電影拍完才回來 她很明顯在說謊 讓我進去問問她 不要… 她很明顯不想讓人知道她說謊 現在你拿進去踢爆她的話 她會很瘀傷,是嗎? 是呀,其實我們應該給她一點空間 讓她的心情好一點 我們再問她 好 凱燈就這樣打開了 不… 朱玲,你今天這麼遲? 我們等了你很久 什麼遲?今天打電影不是八點嗎? 現在八點還沒到,我沒遲 你平時也做了一小時回來做準備 怎麼遲得你今天遇得這麼問 你們有什麼找我? 今天場起光,想怎樣打? 那不錯,你是燈光,你決定吧 那到她那邊說不能預訂三、四十年代的眼鏡 只能預訂一副六十年代 但那場戲完才要趕著拍 要不要推遲一點點? 不用了,鏡頭遷就到了 不覺得了,照拍吧 照拍? 但朱玲,你之前不是很堅持 說要用真東西拍嗎? 是我以前太執著 讓大家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我對不起大家 阿孝,為什麼你來這裡? 今天跟叔父叔沒空嗎? 對,他們兩個射球 所以我今天來頂帽子 我排了一些動作 告訴你你做什麼事 不用了…你是帽子,你決定吧 沒什麼就找我了 我上電影裡工作 一個時事親力親為 追求完美的男人 因什麼解救會放開手 什麼都不理會呢? 會不會跟他合作了那麼久 他信得過他的專業 所以才不理會 神經病 刀刀 刀刀 什麼事… 是這樣的 接下來有這幾場戲的道具 他想問一下你的意見 我在登宮上的安排想問你 我也在這裡還想分享給你看 你們會不會問錯人 這幾場戲都是朱玲的場口 你們去問他吧 什麼事? 我們已經問過了 他沒意見 那倒沒問題 那倒是最大的問題 一樓最多的意見是他 雜時根沒意見 我們三個心很癢癢 那你是導演,所以我們問你 是 這些事平時都是朱玲負責的 不用我煩了 剛剛才起床,劇本還沒看 你為什麼臉有顏色 你想怎麼樣? 讓我找人去看 朱玲,我叫你買的蟑螂 已經發現是你真的八… 沒錯 誰這麼大膽拿走我的蟑螂 不是我 朱玲,你有沒有見過? 朱玲? 朱玲,導演 到… 什麼事? 我來這裡 這場不是我的 而且這筆勾也是朱玲幫你們的 我有問過的 不過是說你竟然豐富一點 叫我們來請教你 我也是有的,他說你教 肯定准許他教 那倒是 不過我剛剛收藏 飯還沒吃,很餓 你給我一點時間吃點東西,好嗎? 我稍後才指教 我去那場 我去那場 快點,我去那場 很快… 零零又不接我的電話 導演 你有沒有見過朱玲零? 又是朱玲? 他在十一廠拍攝 你不是朱玲的爸爸 是呀 是就好了,看到你 朱玲,你真的要幫幫我嗎? 朱玲呢,他回來之後 整個人都變了 問他什麼都說沒所謂 他受了什麼刺激呢? 我也想知道 他再這樣推下去 不是辦法的 你知道這行長江後浪推前落 再是這樣,很容易在這行消失 我不可以袖手旁觀 導演 我這裡有湯,麻煩你幫我拿給朱玲 我現在先走了 好,交給我 導演 你借 看不出你這麼關心朱玲 我還以為你很不妥 你以為我想關心他嗎? 帶他那組工作人員、演員 不斷來問我 弄得我很煩 我自己的通告也不想理 怎麼會想理他那份? 不過最好就是 他咬完我的謝 這集氣,我噴不下去 我不可以讓他不閒餓 以前朱玲你不開心 過幾天就沒事了 但沒想到他這次 人物性格都變了 看來這次他被師父寶炒魷魚 應該對他影響很大 最糟糕又不能問玲玲 你千萬別問他 你們這麼緊張幹什麼? 看你們的款式 之前叫你們查的東西都查到了 怎麼不說話? 查到什麼就直接說 我撐得住 叔叔 其實新聞上有說 士忽寶跟女主角 即是他老婆發生了情編 對,說他老婆靈結新歡 那這個新歡就是片場裡的工作人員 那太多事了,就解僱了他 你們不是想說 那個工作人員就是玲玲嗎? 我不相信 玲玲怎麼會搶人老婆這麼壞 我也不相信 不過有人拍到照片 是呀,外國傳媒拍了這些照片 就是那個女主角和工作人員的餐物照 雖然看不到正面 但是又真的很像我玲玲 是呀,這套這麼噁心的打扮 再加上這雙過好奇的球鞋 一定是玲玲才會穿的 難道搶人老婆那個真的是我玲玲? 一、兩、二 你們不要再打 停,打上去 導演,明天告警 潮山 朱領?你不轉臉我真的以為你是導演 說笑吧,我們不是真的這麼像吧 以前的你當然不像 你看看你現在的樣子 整個頭髮都穿了 穿了花衣服,就吃了借的樣子 最慘的一件事就是 你比平時已經很頂的導演 樣子更加頂 可能我今天懶得疏頭 這樣立起頭方便 而且我回來才知道 我忘了脫睡衣 所以我也穿了衣服來穿 而且我今天真的很累 我看你最近真的沒有離神器 如果真的不舒服 可以拿回日假,等我來拍 趙先生,親自操作 不要了,我其實還可以的 我可能美國回來有些披露 你給他事替我調整一下,還可以的 好,有什麼事跟我說 好 朱莉 你現在這麼沒空 我有些事想跟你談 好,先談完,做事,不妨礙你 有什麼事? 今天早上的電影呢? 行了…你站在這裡說就行了 我聽到你說話 好 來 我覺得今天早上的電影 不太能交戲,可不可以再拍嗎 不是,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沒問題 真的嗎? 行了…你平時抽時間教我演戲 接下來我還有幾場戲要拍 想請教你 不知道你有沒有時間 我們可以邊吃飯邊聊 不用不知道了,我沒空了,先做事 一定沒想到 曾經父母萬千島大少女的島大男神 會導致成為都道的樣子 我放在聽到少女心破碎的聲音 我有理由相信朱莉這麼做 還要避開所有女演員 是省防桃花 一天最壞都是我的基因太紅 長得玲玲,這麼英俊 才會惹到桃花劫 是我對不起玲玲 你這麼自責的也與你無關 兄弟 怎麼才能燃起朱莉的鬥志 會不會再推下去 既然知道了問題的癥結 大家有興趣 一起閉嘴幫幫他 很主意 來…快點趕緊,來 快來了 小心… 這麼豐富,有什麼興趣? 沒有,我們沒有要興趣 不用這麼好 快點來吃東西 我們肚子餓了 湯哥,來吧… 先向你介紹一下 這碟這麼漂亮的和牛 就是因為我幫商場開寵物店的依依 找回她的狗,她就送給我 而眼見這條黑包 就是大龍山的伯母級的朋友 我扶她上車 她說我孝順而送給我 這就是你很喜歡吃的長腳蟹 對,裙子說買多了 便宜我便請我吃 長腳蟹,我一般 不過想不到 你們對伯母也這麼得歡心 沒問題的 證明我們有魅力 這麼齊的?加過嗎? 沒有… 蜂少爺,之前和裙子傳秘密 你覺得很難受 現在有這麼順利收的禮物 因為那時候 人不太懂得想,是嗎? 作為我們這些年輕人 心想是長輩的喜歡錯不在我們 沒錯 人家的老公這樣又怎樣? 是他的問題 現在人家纏著我們 我們是無辜的 你們三個今天有點古怪 有什麼不如直接說吧 其實我們知道 屎非寶的電影是還沒拍完的 為何你還沒拍完就可以回香港 我知道這件事不會蓋得很久 雖然屎非寶的老婆喜歡你 你才被人抄襲 但你有實力 你不應該被這些東西打沉 那不是我,是另一個人 你不是因為怕和女演員 傳出緋聞 所以才在片場和Michelle隔到 沒有勞工那麼遠嗎? 為何你會知道? 不過無論如何 是我最近起床時 經常差點遲到 我出無口也沒有策牙 我跟她聊天 我怕會照顧她 所以就站遠一點 那為何她會罵你呢? 是否因為你無法滿足她 我絕對無法滿足她 她很多事情都叫我主動 她說她還要罵你? 但因為很多事情 她放心讓我處理 所以就出事了 朱仁,剛才屁股跟你說什麼? 我剛才聊一場戲 本來這場戲要爆炸的 打算用CG 但我怕不夠真實 我在想會不會真爆炸 那她怎麼說? 她叫我作主 所以…不用想了 第34場戲我們真的爆炸 會… 記得幫我預訂爆破組 好… 謝謝… 之後爆破組? 出了意外,整個廠炸爆了 連旁邊的廠也爆了 幸好沒有人受傷 屍乎寶被生氣,連我都被炒了 這是意外,沒人想的 最慘是事後我才知道 原來屍乎寶想用CG的原因 是因為他請了一個動畫師 畫的東西非常逼真 是我誤會了 那你也是為了這部戲好 你才用真的爆炸而已 我現在一直在懷疑 我自己的堅持是不是多餘 怎麼會? 哪有難怪你有這個想法 難怪你回來整個廢材都道 我就是打算學廢材都道 那我的人生可能會比較容易 來到了,但我見誰 就是這個男人 代客泊車這個 他叫丁友康 我記得一九九零年我初出馬路的時候 接了一宗慈械行劫案 當時夠了不起訴他 本來那些證據放在警署就可以了 但因為我做事太認真和太上心 我怕有什麼差池 所以把那些證據一直放在身邊 不用說,一定糟糕了 我臨出庭之前就炒車 把所有的證據都燒毀了 那最後怎麼樣? 法庭因為證據不足而撤銷控訴 令到他可以逍遙法案 這樣也可以? 這個是我在法律界 這麼多年來一個污點 我從來沒跟別人說過 為什麼你這麼突然 現在又跟我說呢? 因為我知道你被屁股寶解僱了 我遇上他們跟你說 我也像你這樣 因為做事太認真 而令到有意外 我也像你這樣頹廢了很多年 那你最後怎麼樣才能站起來? 後來我想清楚了 我不可以因為一次的意外 而放棄自己 這個世界比我少 就意味著那些罪犯 多一個逍遙法外的機會 所以我跟自己說 我這個認真是沒錯的 我還要保持這個態度 將那些罪犯成之於法 做一個稱職的檢察官 你這麼有抱負 為什麼不繼續做檢察官? 為什麼要自己開律師樓呢? 因為我放下了以前的包袱 人就要向前看的 你也不要因為一次的失敗 而放棄自己 你要相信自己 你以前的堅持是對的 謝謝你這樣鼓勵我,爸爸 你說得很對 我拍戲少了一次堅持 就是少了一次機會拍好的作品 我知道該怎麼做 你嚇死我了,導演 你為什麼躲在這裡吃蟑螂呢? 我不想被頭皮那些人找到我 你喜歡拿什麼都不理會 他們一群人經常來問詢問短 我不躲起來,不能偷懶 你這樣很不有型 你是導演,導演 片場你最大全場都要聽你的話 你這麼說,導演 那倒是,我應該怎麼做 我就像朱輪一樣 他們再來問我 我就說什麼都無所謂 不然就叫他們去問回朱輪 不要來問我 這樣不是不錯的 你們兩個什麼都不管 就是我管了,是不是? 朱輪是導演,我也是導演 他憑什麼可以什麼都不管 不是要我理會他那份嗎? 我終於可以光明正答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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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稍後再說 這些動作大了一點 沒有東西問我 對 這樣就沒理會 你們沒有人有事找我嗎? 沒有 沒理由的 燈光道具、動作設計 你不是沒什麼要問我意見嗎? 沒有 朱輪全部選好了 不是什麼都不管嗎? 以前的朱輪都回來了 你可以繼續咬嘴 你看那邊 朱輪 朱輪 真的回來了 很有衷勁 是我之前鑽牛角尖 不過我想通了 我之前那段課,又試試穿著 你懂得想就好 好,我不妨礙你做事 好 慢慢攤 加油… 浮兒,你現在已經開心了 當然了,現在回復正常 我才可以散開 那些借呢? 在這裡 這麼多? 我怕朱輪都吃了你的借 他真是類人類物 變得好也要我咬他的借 我就很忙 伯父,我特地拿湯上來給你們喝 伯父,是給我們第尾朱輪的 一樣,見姐有份 謝謝伯父 明天我們上來喝湯 今天你這麼空氣送過來 伯母很久沒回家了 不上來就看不到他 我廁所又塞了 爸爸,你上來嗎? 是的 朱輪,你爸爸說你這幾天很少回家 因為渣樓灘那邊多了很多動作場面 我每天就跟母子在這裡開會 所以沒空 好,來,先接我的電話 頭皮 不行,我都說不適合年代的道具 不能用,我說多少次? 先接我的電話 是的 你終於變回以前的,真是好 伯父,你真厲害 一出招就搞定了朱輪 伯父,你是用什麼方法 重演朱輪的鬥志? 我伯父,真是想不到你 原來這樣應該是歷史的 伯父,我以為你很聰明 想不到你剛進行是豬流丙 你也傻的,那段往事我作的 我豬展哪有這麼豬 少許,你不用去死撐 我隨便帶玲玲去一個地方 看見那個人好像很矮縮 我就作個故事騙他 我身為律師,沒那麼上口才 怎麼打官司 這種故事我隨口都說幾個 這樣也行 不過這樣,伯父 你千萬不要讓朱輪知道真相 頭皮 為何每次約到你體徑都遲到 我再給你五分鐘 否則我走了 你出生 給你一條小便 不用走… 五百元,謝謝… 阿Sir…就是這個人偷我的錢 你說什麼? 就算我來吃飯之前 車裡面有五百元錢 被你拍完車之後就不見了 不是你偷,就有誰偷? 我是有駕駛過你的車 但我沒拿過裡面的錢 你別冤枉我 我沒有 先生,你不要動我 我現在要手握你身 阿Sir,你別誤會 這個是剛才那個人聰明我的 拍車給你五百元做貼士 找鬼信嗎? 我說真的 剛才那個客人給我的時間 還有一個人看見他可以做證 他在哪裡?有沒有這個人? 你不要騙阿Sir 當然沒有,是他偷我的錢 他可能走了 你也跟我回警察署再說 阿超,叫車,走 善惡到頭中有報 雖然遲了三十年 但你無論如何為你以前的罪行 負上責任 快點出庭 去廁所就出門了 糟了,鎖壞了嗎?門開不了 電話在公事包裡 玲玲又不在家裡 終點又走了 那豈不是沒有人放我出去? 天啊,究竟我做錯什麼? 為什麼我這麼乖? 去廁所 w相當中有線路 在場中有一個人 那邊 沒人家 非常難充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